全油管最快新闻,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港口区一名6岁女孩在沙滩走失,引发广泛关注。 经过三天的搜寻,女孩的遗体已经找到,警方正在进行后续调查。 家人在女孩走失后立即报警,警方也及时接到报案信息。 目前,警方尚未公布具体情况,需要等待官方通报。 据当地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透露,女孩的遗体已被发现。 我们对此悲痛的消息深感惋惜,同时也呼吁家长更加关注儿童的安全问题,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